大家好 在這邊要跟大家介紹 ROILO最基礎的使用方式 那首先呢 大家都會有一組帳號跟密碼 請大家以帳號跟密碼 先登錄到ROILO的裡面來 登錄了之後呢 就請大家 譬如說老師的部分 他可能已經有了 他備好課的部分 那孩子的話 請他選擇了課程之後 要建立新的筆記 來參加這個課堂 那首先呢 我們會做一個測試 要看看孩子有沒有跟我們 進到同一個班級來上課 老師端這邊有一個控制的地方 他這邊有一個操作鎖定 是一個鎖 請你按一下 好 大家可以看到 學生端這邊已經被鎖住了 表示這兩台機器 目前是在互相有可以連結的狀況 接著呢 我要測試就是網路跟傳送的部分 Obo OK 譬如說 大家可以拍一張照片 那我是從我的相機的資料裡面 我去找一張照片出來 好 譬如說我找了一張 北極熊的照片 好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部分 那可以 我先做一個廣播的部分 給孩子 好 現在孩子 學生端的機器呢 有在動 好 現在孩子已經有收到這張照片了 譬如說我做說法 好 那譬如說我要跟孩子說明 呃 北極熊呢 現在因為 因為暖化的關係 造成了 造成了生存威脅 有 面臨生存威脅 好 像教師端在寫字的時候 學生端也同時可以接收到 好 這個大家可以看到 這就是我們一個廣播的功能 好 如果這部分解說完畢之後 請教師端按結束 然後按停止發佈 等於是就把廣播的功能取消回來 好 接著呢 老師要將自己不提的部分 我們可以做成一張一張的卡片 先把要給孩子的題目做好 譬如說 我們現在想要了解孩子 最想要去造訪的國家是哪裡 好 請你拖著這張卡片 到 呃 這邊有三個孩子的綠色圈圈 這個是送給孩子 好 我選擇送給所有的人 我現在把卡片傳出去之後 學生端這邊 就會在桌面上跑出這張卡片 好 譬如說孩子點開之後 我們請他回答 譬如說他最想要去的國家是 呃 譬如說他可以用寫字的也可以用畫圖的 譬如說是英國 好 然後譬如說 好 這邊再寫個字好了 好 我們把它弄下來 我們把它弄下來 英國 譬如寫倫敦好了 對 對 我們的卡片的編輯功能可以寫字也可以畫圖 好 譬如說現在孩子回答說他想要去英國的倫敦 好 等到他回答之後呢 這次我們希望他繳來給老師 所以呢 請他將卡片拖曳 拖到藍色圈圈 這邊有個繳交合 好 繳交合這邊呢 老師會事先做好一個繳交合 這邊有一個最想造訪的國家 我們把它點一下 好 等孩子繳出之後 好 他已經寫一繳給一繳出去了 那老師端這邊呢 就點開這個藍色圈圈 然後點開最想造訪的國家 我們可以看到孩子的卡片已經傳過來了 好 那現在呢 譬如說我現在點開這張照片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一個011的學生 一個灰色的一個框框 譬如說我點他一下 好 請這位同學發表 我們的互動性呢 會有一個 就是 互動裡面會有一個發表的部分 好 現在學生端呢 已經收到老師請他發表的 這時候全班的畫面都是這個同學的畫面 好 譬如說我要請孩子發表 他為什麼想要去英國 那大家可以看到他的卡片上面有一個筆 他點一下筆 譬如說 我可以請孩子告訴我們 他想去倫敦看什麼呢 好 譬如說 我現在要畫一個 我現在要畫一個 好 大家可以看到 老師端是不是也有 也是有在跑 所以這個是即時的一個部分 好 譬如說 這個 我想大家應該知道 這個是 OK 這個 孩子想要去看的是 好 譬如說孩子呢 他說他最想造訪的地方是英國的倫敦 他可能想要去看日本 那個英國的那個 遺葬隊的這個大頭 大帽子 並這樣子 好 等他結束之後呢 我要講 就是剛剛孩子在畫圖的時候 在解說的時候 全班也是都看得到 他畫的這個圖形 這個圖案 然後也即時可以收到這個部分 好 OK 然後等孩子 結束了之後 譬如說我現在 要繼續就是 譬如說老師有第二個題目的話 我有一個小小的數學 我們來跟同學 計算一下 譬如說2加2加2等於6 其實如果大家用各種 加減乘除或者是平方 或者是三次方等等 都可以把這個算式完成 好 請大家看一下 我把這個題目 拖到送出 一樣跟剛剛一樣 我要送給所有的人 好 請大家看學生端這邊 欸 這次又有一個卡片出來了 好 請他點開 那孩子就可以 照這個 剛剛講的 他可以用筆 因為這個空格可能比較小 請孩子用筆 來計算一下 嗯 好 我們用這個好了 嗯 有怎麼樣可以計算呢 譬如說2乘2加2 OK 或者是剛剛講到的平方 平方 這個可以加9 減2 好 譬如說孩子現在完成了他的回答 我們就按結束 好 那這次呢 也請他做一個腳交的動作 把他拖到腳交 然後腳交和列表有一個算算看 好 那老師的部分呢 譬如說老師有標準答案 他也可以把它交出去 他也同樣交到算算看這邊 好 如果都腳交完成之後 請各自點開自己的腳交和 譬如說老師的部分 因為我現在只有兩個人 譬如說我現在看到的是 兩個人 那孩子目前只看得到他自己的 那如果老師這邊 他按了一個分享答案的話 是否跟學生分享 OK 他就可以看得到全班的答案 假設班上有30個孩子 他是可以看到30個孩子的答案 那這邊主要是介紹一個比較的功能 比較的話就是 因為像數學會有非常多的答案 我們可以做一個比較 譬如說我就選這兩位 開始比較 好我們來看一下 當然老師端這邊答案比較多 可是我們來看孩子端 2加2加2 我們也可以做一個小小的批示 好這個是OK的 2的平方加2的平方-2 OK的 好譬如說我幫孩子寫一個good 然後我這邊按回覆鍵的話 孩子到時候收到他的卡片的時候 是會有老師的批注在上面的 好 那譬如說我要跟同學解釋 好譬如說 這邊呢可以跟同學解釋說 我們還有其他的算法 有什麼什麼什麼 好解釋完畢之後呢 我們就結束 然後去結束 回到原來的畫面 好換回 那學生也回來了 好那譬如說現在學生 對我要跟大家講 學生現在 他原始的題目卡是這一張 可是他又收到一張 我剛剛批注給他的 這是回覆的功能 老師可以在上面幫孩子做各種 譬如說改作業啦 或者是幫他把錯誤的地方定證等等 好這也是一個 我來介紹一下照相的部分 譬如說大家可以看到那個 左邊的那個有白色的功能列 有一個照相機 請你按一下 好譬如說我現在有一張講義 好我要拍我要發給同學 好我現在拍了這張之後呢 我就按使用照片 好所以我剛剛照的這張講義已經來了 那我現在呢一樣要 譬如說這些小小的故事 預言故事 我現在呢要把它傳給同學 好跟剛剛一樣 我把它拖到這邊 按所有人 好 所以呢同學也會收到這張卡片 好 接著呢請同學點開這張卡片 好譬如說我想請同學先打 先閱讀一下 然後呢我希望他把一個重點畫出來 譬如說這個森林之神的疑惑是 為什麼冷的時候會哈氣 手會變暖 可是呢要吃很燙的粥呢又要吹 他說因為太燙 所以這是兩個矛盾的事情 好我們把它畫出來 冷的時候可以使我的手變短 周太燙了這樣可以讓周變涼 變成是說因為是情況的不同 會有不同的一個應對的方式 好譬如說孩子讀完之後呢 好我們這一次呢要不要再交給老師 我們希望他可以跟譬如說他同組的同學做分享 那我們這邊除了師生之間的互傳卡片之外 我們同學跟同學之間也是可以互傳的 那基本上呢我先解釋一下 在剛剛我們有一個所螢幕的那個圖示上面 有一個學生兼通訊 那這個地方呢平常我是鎖住的 對那在我還沒有開放之前我們來看看 譬如說我請孩子傳給同學 他傳來的時候他只有看得到老師 好 假設我現在開放之後再請孩子拖到送出這邊 哦你會發現同學的名單出來了 因為我們這個是臨時的說明 如果是實名的在班上使用的話 班上每個同學的名字都會秀出來 好譬如說他要傳給二號同學 好如果點好之後就按右上鍵的送出 好這樣他就送去給那位同學 那位同學就會收到這個這張資料這樣子 好那如果呢老師端 在跟就是同學這個部分結束之後記得要鎖起來 不然小朋友呢可以在底下傳紙條哦 好那接著呢譬如說我們現在看學生端這邊 他已經有蠻多張的卡片了 來我們因為這個畫面是可以縮仿的 當卡片太多太多太大的時候 我們可以稍微做一下 那我現在要跟大家講一下就是卡片串連的部分 大家有沒有發現每張卡片上面 上面都有一個黃色的箭頭 請你按著這個箭頭 然後把它拖曳到你要連結的那張卡片去 好譬如說老師這邊也可以做一個連結 好老師這邊 好那請大家點開第一張 然後往左滑 然後往左滑 你會發現它會按照你串連的順序 一張一張的排好 好大家可以試試看 按照這個順序排好 那如果說前面有一個減號 你按一下減號 它就縮起來了 再按一下加號 它又打開了 所以這是一個縮放的伸展跟收縮的一個功能 那大家會覺得卡片歪歪扭扭的 那請大家常按第一張 有個排列 你按一下 它就會排好 好學生這邊也按一下 排列它就會排好 它基本上是四張四張一起排好這樣子 好 那譬如說 欸我現在突然覺得這張資料我不需要 你就手按著黃線 把線切斷就可以了 好譬如說我要連這一張 那連了這一張之後呢 我又發現我想要把這一張擺進去 你就直接把卡片拖到黃線上面 欸你會發現它就自動插對插進去了 好如果覺得卡片亂七八糟的話 剛剛講的 我再按一下排列 欸它就排好了 縮起來放好 好這個功能來請同學試一試 譬如說我這一張不要 但是呢我想把它放在這裡 好然後呢 縮放縮放 排列 好大概是這樣子的功能 那我再舉例 如果說我這張卡片不要了 大家有沒有發現右下角有垃圾桶 請你把它拖到垃圾桶 然後譬如說好我這一張再連起來 排列 好這就是卡片一個排列的功能 其實剛剛講的這個部分啊 它已經有點slideshow的感覺 那其實這個就是 已經是簡報的雛形出來了 那其實我們日後啊 會請孩子做各種各樣的伸展學習 所以利用這個簡報的功能 會運用的非常多 好那這個是第一部分 就是露一樓最基礎的使用方式 那我們就先介紹到這邊 謝謝 感谢观看